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聚寶格頻道 我是阿倫 今天這支影片 相信看到封面的觀眾都知道 不是寶可夢卡牌的影片啦 而是海賊王卡牌遊戲的玩法教學 之後聚寶格頻道上也會持續更新 海賊王卡牌的相關影片喔 喜歡的玩家記得持續關注 那麼就開始今天的玩法教學吧 首先是卡牌種類的介紹 第一種是領航員卡 也就是你的船長 Leader 每套牌開始遊戲時 就會在場面上放置一張領航員卡 然後右上角的數字5000 代表這張卡的力量值 攻擊對手和被攻擊時 就是依據卡片上的力量值 決定成功與否 下方的數字5 代表遊戲開始時 要放置的生命值卡數量 目前常見的都是5張 但也有4張或6張的 放置時要注意別拿錯數量喔 最後中間的敘述 是這張Leader卡的效果 如果不確定日文說明效果的 可以直接到海賊王TCG的官網上 .calllist這邊查詢 會有中文翻譯的效果文 第二種要介紹的就是 東卡 沒錯 要有兩個驚嘆號很重要 東卡是整個遊戲運作的關鍵 因為使用卡牌或是發動效果 幾乎都要支付東卡 在自己的回合開始時 會自動從東牌組拿出兩張東卡 先手第一回合的話 只拿一東 如果要支付東卡 使用卡片 需要把東卡橫置 進入休息狀態就可以了 此外也可以把活動狀態的東卡 貼在自己的領航員或角色卡上 每貼一張東卡 在發動攻擊時 就可以增加1000點力量值 但是只有攻擊時有效 被攻擊時身上的東卡 是不會加1000的 另外回合開始時 除了拿兩張東卡進來外 場面上有休息狀態 或是貼在角色身上的東卡 都會回到費用區 重製成活動狀態喔 第三種介紹的是 角色卡 和領航員卡一樣 右上角有這張卡的力量值 不過左上角 多了一個使用這張卡時 需要支付的費用 要先橫置相同數量的東卡 才可以打出來 角色卡在打出來後 要經過一回合 才能發動攻擊 另外有些卡的左邊 會有一小行 加1000 或是加2000的效果 代表這張卡 除了作為角色卡外 也可以在對手攻擊你的 領航員或角色時 打出來增加 角色力量值 所以有加2000 攻防一體的角色卡 實用度特別高喔 第四種介紹的是 事件卡 事件卡分為 在自己回合發動的 和在對手回合攻擊時反擊發動的 只要看卡片效果 藍中連色 藍色 是自己回合可以發動 紅色就是對手攻擊時反擊發動的啦 這樣就可以輕鬆分辨了 另外有些事件卡和角色卡下方 會有一條黃黑色的效果 是觸發器效果 當你受傷拿取生命值卡時 如果拿到有觸發器效果的角色或事件 可以選擇直接執行觸發器效果 並且不需要支付費用 角色的觸發器 一般都是直接登場 事件則比較多變 有些是直接發動這張卡 有些是發動和卡片 原本效果完全不同的能力 如果成功翻到 很有機會 一掃原本的劣勢 成功反打對手喔 最後要介紹的是 五台卡 這種牌類似其他卡牌遊戲的 場地效果 打出來後 每回合可以橫置五台卡 獲得對應的效果 不過目前有五台卡的 只有紫色和紅色牌組 相信之後其他顏色 也會推出對應的五台卡 海賊王的牌組 就是由以上幾種牌 組成啦 一套牌組 會有一張的領導者 10張東牌組 和50張 角色加事件加五台卡 構築而成 相同編號的卡片 最多只能放4張 介紹完卡牌種類後 接下來就是遊戲進行的方式啦 首先猜拳決定先後攻 然後雙方翻開自己的領航元卡片 抽五張起始手牌 雙方都有一次可以調度重新洗牌的機會 確定好保留手牌或調度後 從牌庫上方反面朝上 放置對應的生命值卡 在左手邊的區域 然後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回合開始時 先把場上橫置的角色卡和東卡 轉到活動狀態 然後從東牌組拿兩張活動狀進場 接著抽一張卡 先手玩家有兩個限制 低回合不能抽牌 和低回合只會拿到一張東卡 在回合中 能做的有以下幾件事 1打出角色卡 角色卡想打出幾張都可以 只要你的費用夠多 但是場上的角色卡 最多只能有5張 如果已經滿場了 需要把場上的一張角色卡 丟到棄牌區 然後叫出下一隻角色 2使用事件卡 前面提到藍色效果的事件卡 可以在自己回合中使用 3將活動狀態的東卡 貼給角色或領航員 4使用5台卡 5發動攻擊 攻擊算是這個遊戲 最複雜的步驟 首先 發動攻擊時 要把發動攻擊的 角色或領航員橫置 然後選擇要攻擊的對象 能選擇的只有對方的領航員 或者對方橫置的角色卡 如果有攻擊時觸發效果 在選完攻擊對象後 優先處理 接下來就輪到對手 選擇要不要使用事件卡 或角色側面效果 增加力量值 雙方都做完事情後 結算戰鬥 如果攻擊方的力量值 大於防守方 就攻擊成功 將對手的角色卡 丟到棄牌區 如果攻擊的是領航員 則對方拿取一張生命值卡 成為首牌 反之攻擊失敗 就沒事發生 順帶一提 領航員卡 是可以發動攻擊的 但一樣 第一回合不能攻擊 至少要到第二回合才可以 以上五件事情 在回合內 都可以執行 直到自己 沒事情做了 就可以結束回合 最後結束遊戲的方法 當對手拿完所有生命值卡後 如果領航員 再受到一次攻擊 則輸掉遊戲 海賊王卡牌 就是這樣一款攻防節奏 很快的遊戲 角色卡 可以拿來防禦 以及受傷會拿到額外手牌 讓這個遊戲的手牌資源 變得格外重要 適時的留下冬卡 也可以假裝手上有事件卡 影響對手的打法選擇 對海賊王和卡牌遊戲 有興趣的觀眾 一定要來試試這款 當下熱度最高的卡牌遊戲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還會有一系列的 海賊王卡牌 牌組介紹 以及實戰對決影片 有任何問題 或建議 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